这不就是个家庭主妇吗 你大学毕业工作了一年 就做了全职妈妈 你认为凭什么能胜任这份工作呢 凭全职妈妈我都做过了 我想没有比这更艰难的职场了 杨豆豆 我在蓝色衬衣呢 在衣柜的第三层里 那你还不赶紧来给我找找 这几点了 马上要迟到了 全职妈妈都有很强的时间管理能力 能全年三百六十五天待命 能白天晚上连轴转 能接受没有薪水 没有假期 喂 你怎么物业费还没去交啊 人家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我刚带孩子洗了澡 然后又去超市 买了 全职妈妈 还有很强的理财能力 奶粉四百五 水费一百一 物业费五百 油费这个月是八百 老公 这个月开销点大呀 能不能再给我转点生活费呀 花销蛋你就不能省着点花呀 天天就知道给我要钱 我钱是大门瓜来的 不仅如此 全职妈妈还有应变能力 察言观色能力 自我调节能力 体力 以及极强的抗打击能力 同时 我还是一个专业的清洁工 高级营养师 核发能修理工 所有职场需要的能力我都具备 可就因为我是全职妈妈 所以这些能力就显得一文不值 陈姨怎么又没有我写 在下能不能跟点正事 你能不能往边上去拖呀 你这么大一大块 把电子挡得死死的 我还怎么看呀 哎 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参加同学机会吧 别逗了 我怎么可能带一个黄脸婆出去 你也不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那脸上的皱纹比手里的抹布还皱 这是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作为全职妈妈 我更能胜任高强度的工作 更能面对苛刻的老板 因为带过孩子 所以我更有耐心更有责任感 也更懂得如何去沟通 这是为了更好的了解贵公司 我整理的一些资料 虽然离开行业三年 可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 可就因为我之前是一个全职妈妈 因为我不再年轻 就没有公司再愿意相信我 这不公平 你确实很优秀 但是 我懂了 等等 欢迎你入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